你 玛丽 你怎么了 我知道你害怕钻火圈 我不会强迫你了 小七 你这么关心玛丽 我请你吃好吃的 来 来 快进去 小七 小七 这样你就不会 打扰麦尔表演了 现场的朋友们 大家好 欢迎大家带着可爱的狗狗们 来到丑屋乐园 参加今天的 汪星人比赛 好 我们一起来参加 明天的汪星人比赛 小七 你怎么在这儿 来 小七 你怎么在这儿呢 我到处找你呢 欧阳姐姐 小七不知道被谁关起来了 吗 适合 你怎么在这儿呢 就说就说 你怎么在那儿呢 我从这里看 是一个无稺的 有不稺的 来 相信我没事的 作恩 玛丽这是命令 作恩 玛丽 快 小妾 这是好心情把你关起来的 你没事总招惹她干吗呀 你看她对你羡慕 几个愿的样子呢 作恩 你又跑去干吗呀 玛丽 作恩 玛丽 不要怕 钻过去没事的 脱胜 好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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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来 小七 你在干什么呀 你竟然为了出名 连美人的安危都不顾了 你太过分了 我觉得欧夜说得有道理 我们不能光位了 宠物乐园的名声 连小狗狗的安危都不顾 所以我觉得 这项比赛必须取消 我觉得院长输得对 好吧 那得取消 真是 小七 我们走 走了 你看哪儿呢 小七 你知道有多危险吗 那是火圈 不是呼拉圈 你要真碰上 你这身毛就全都没了 变成一个热狗 你一种作美的感觉 还上瘾了是不是 你告什么玩意儿 不许你再这样了 你别让我担心你了 行吗 你别让我担心你了 你别让我担心你了 你干嘛呀 还想出去玩你 今天为了你 我都没有去找暴雨 你老老实在家待着吧 听到了没 欧阳姐姐 我带玛丽来谢谢小七 你来得正好 小七正无聊呢 欧阳姐姐 小七和玛丽恋爱了 你说什么 你懂啥呀 你说得好像有点道理呢 小七两次英雄救美 赢得了玛丽的芳心 你门也不关 诺诺 鲍语哥哥 鲍语 小七跟玛丽恋爱了 我听说小七英雄救美了 今天小七可厉害了 她冲上去救了玛丽 果然有搜救天赋 一刻别打她的主意啊 玛丽 来 玛丽 小七要干嘛呀 让我们带她出去玩啊 好吧小七 看在你今天立功的份上 就听你的 走了 走了 带你出去玩你还不高兴 你想不想听我唱歌 不行 可是我想唱 谢谢 那你把耳朵堵住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 衣服什么时候还我 步步上了 你能不能有点清掉 这衣服 我没敢做办法 这衣服也还没到呢